我是梦游仙境的爱丽丝 回到昨天毫无用处 因为过去的我和今天有所不同 我叫魏淑妃 女儿是九岁至今未婚 无同让我来落公益 这东西肯定错不了 我都来了 一年一度伙伴打仨 你是什么 我是蝎子精 蝎子精都在边上爬 没有在中间 我惊人你 魏淑妃 一 二十九岁至今未婚 我三个一滴 各位玩家你们好 欢迎来到一年一度伙伴大赛 这是一场考验智力 体力和友情的比赛 你们都有两位好友 被邀请来共同参赛 他们已经在另一个空间等候了 你们的朋友 根据你们过往去世 总结了一句话标签 你们将根据一句话标签 判断哪两位是自己的朋友 选对朋友 他们方能出场 游戏共分为两轮 每人每轮有一次连线朋友 并询问一句话标签 相关问题的机会 每轮只能选择一位朋友 请各位慎重选择 他曾欠我债不还的人 你的朋友 杨迪你认不认十一 十一有人认吗 十一有人认吗 十一有可能也是我 有些就是很浓 感觉都有可能 这样吧 我先把十一选了好不好 十一杨迪 六应该是我的 如果我先把十一选了 我是异性 就很想和他谈恋爱 天哪谁想跟你谈恋爱啊 那是我 这咋俺抢人了呢 我觉得十其实跟我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会穿秋裤 十是什么 穿秋裤嘛 虽然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但是冬天也会乖乖穿秋裤 我选个二吧 因为我太喜欢那一床 很想和他谈恋爱是我的 然后他是我的情感咨询站 六和十六是你的 是我的 这个四和九应该是一个人 一个在打耳光 一个商场跟人吃头发 九可能真的是我 你在外面跟人发炸吃头发 细脸 他睡觉的时候总爱踢被子 我喜欢一直照顾他 有人认领吗 谁睡觉爱踢被子 我认领吧 你要不要连线 嗯 来请连线 哈喽 要了 不是你的朋友 这个被子我怕形成什么物件 所以说对不起 不是对应的那个人写的是吗 对 这我认领了 是不是你室友了 对是 是你室友了 是我室友 好的 那这个先保密啊 不知道是不是他 来请下一个人 贝比觉得哪个是你朋友 写要不我写十二吧 喂你好 你是十二吗 我是 是 你放弃的那个人 是我不喜欢的吗 要说实话 真的要说实话 你要说实话 我爱他 是的 你平时怎么叫我 没有求于你的时候 我都会叫 喂 但是有求于你的时候 我会说 宝贝 我都听得出来这个人的声音 是什么 宝贝 宝贝 那我知道你是谁了 这个人是谁啊 怎么听那么那么不羞扯 杨迪你来吧 那我就把十一认领了 他是我见过最抠门的人 因为大家公认是我 哈喽 十一号这位朋友 你好 我应该没请你吃过饭吧 我们在一起喝过很多酒 但是没有一滴你付过费 没有一滴我付过费 那就是他 那就一定是他完了 那对了 那对了 好好好 那个我确定他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怕他再说点别的出来了 我刚才唯一我最敏感的就是第二 你们有人很喜欢赖床吗 我算是一个 咱俩都选二一块跟别人聊 行 我觉得可以 来请跟二连线 你们好 我怎么赖床了 那我猜错了 一定是猜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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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啊那边 好开心啊那边 我特别喜欢赖床 我特别喜欢赖床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啊 叫我会醒 但是坐起来接着睡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就是这样睡的 这点给你的告诉你就是他 二号拿下 下一个 花花 他是个怪小孩 第一次看他不顺眼差点打起来 我们第一次看他都是这种感觉 都要送我是吧 感情十四 有可能 来请连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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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会想揍他 我们曾经去一个活动 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带着亲友团 只有他一个人穿着拖鞋 这不杨迪吗 我当时就觉得想揍人 一般就是杨迪 就见第一面就想揍 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我 是你吗 嗯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快乐男生的时候 海选的时候就是 我一个人穿着拖鞋 脸都没洗 我就去比赛去了 对 花花说这个对 这道题我接受 但是这个朋友我不要了 如果我是异性 就很想跟他谈 我觉得这个 我们都想要六号 好 六号 我的妈呀 我就是个小女孩 哈哈 这肯定是不是我朋友 好开心啊那边 你是不是 坏了 是你的 哈哈哈哈 说不出来 不是我的 肯定不是我的 那你详细描述一下 为什么你如果是异性的话 会想跟这个朋友在一起 我经常和这个朋友 一直恋 那肯定是我朋友 什么意思啊 这个节目把网友都喊来了 哈哈哈哈 网友见面会 那个有一个秋裤那个 好 跟秋裤连线 跟秋裤连线 哈哈 请那边导演跟秋裤连线 秋裤那个说他平时很注重衣品 哎呀 妈呀 大哥呀 哎呀 妈呀 老乡啊 哎呀 妈呀 这整啥呢 哎呀 哎呀 妈呀 什么时候发现我冬天穿秋裤的 就一看上的时候就发现了 看着了 我 我想认的 不是 我连 我何止穿秋裤 我毛裤我冬天都穿 花花也老寒腿 也穿秋裤 我不老寒腿 但是我穿 就穿秋裤 所以您老寒腿 你怎么用也呢 你老寒腿了 他穿毛裤吗 他穿 你看对我就这么冷静 我觉得他不是我朋友